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新颜光进度来到以弗所书第三章1到13节 我们一起祷告 主上帝我妈向你见证感恩 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学习聆听你的话语 愿你真理启示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更深的渴慕你 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话来行 向你献上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就特别来看一到二节的部分 第一节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求的 替你们祈祷 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 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 好很有意思 刚保罗写了一场很短 但是到第三章的时候 他说 因此好像就是表示这一道话 跟前面他前两章讲到的是有关系的 为你们外邦人 保罗会被抓起来关在监牢当中 是为了要传福音给外邦人 遭到这犹太人嫉妒嘛 所以一放手教会收信的弟兄姐妹呢 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求的 好 那很清楚 当然表面上就是保罗是在罗马监牢里面做囚犯 但是他自己的认定上他是耶稣基督的囚犯 好他甘愿为了耶稣基督失去他人身的自由 他就在监牢当中 意思是什么 如果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信徒看清楚他被抓关在监里 你真正一喊就可以用正确的态度来看保罗写信 劝勉他们的内容 意思是想清楚的话 保罗为什么甘愿被抓关在监牢里面 我们就有机会认识到 基督徒生活或许在人看起来怎么没有自由 但是基督徒生活的荣耀是什么就可以看见 但是很有意思替你们祈求 有些版本当中有说末句是对照十四节加进来的 所以原管其实替你们祈求没有放这一句 但是特别是了解的概念 因为整段话讲起来 所以要把这句话加进来好像比较通顺 保罗他认为真正囚禁他的使他不自由的 并不是罗马的监狱 是他能够看见是为了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 所以当保罗也认清楚这件事的时候 他并没有在监牢里面哀怨说为什么被关 他反倒认为这是一种荣耀 保罗说他被穷是为着这些信徒的缘故 想想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历的遭遇 是不是跟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有关系 如果是即使在人看起来是不自由的 是痛苦是困难是艰难 但是仍然引以为荣耀 而且中文翻译号第二节其实不太好念 量必你们曾听见我 其实如果我们再深深去思考对照使徒行传的经文 其实保罗曾经在以佛所停留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当他停留时间越久 然后那个地方的信徒就有机会更了解他所做的是什么 所以这边提到说量必你们必曾听见神赐恩给我 就是保罗揣测 好像你们应该知道我过去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所以很好玩的是这边讲到说 那管家的职份这个部分 恩典就是神在基督里使人能够享受神丰富 那测不透的恩典 好那恩典的管家职份就是当他可以中心管理 还有经营在耶稣基督里面丰富的恩赐的这些人 好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经文可以知道什么事情 保罗是神所托付的人 上帝给他使命 他要跟外邦人来分享上帝的恩典 很好玩是我们如果讲恩赐才干一般都会想 如果真的要做上帝的工作 这个职份 其实不是看这个人有什么恩赐才干学问就可以成功 保罗他非常关切这些弟兄姐妹生命的需要 他有爱心 所以在这样的经文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见什么事情 职份本身也是一种恩赐 上帝呼召他拣选他 让他可以来完成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想 如果上帝呼召一个人来去做他的工作 神很自然也会加添他力量赐给他恩赐 所以保罗的观点其实可以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 当保罗清楚知道上帝给他的使命 甚至他被抓 关在监牢里 他也不会哀怨哀自己的境遇 而是他知道因为神要使用他的使命 即使在监牢当中他仍然引以为荣耀 那我们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家主上帝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你让我们通过保罗的生命能够更深刻的思考学习 主愿你圣灵亲自来指教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明白祝你给我们的使命 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基督徒 就是基督的门徒 去明白祝你给我们的使命呼召 让我们不论遇到其实是困难 一些难处仍然能够坚定的向前行 我们向你向感谢祈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